大家好,我是Travis,欢迎回来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有魔术师之称的传奇牌手Antonio S. Fondiari 在一场高额现金局中的表现 作为20年来世界上最好的松胸选手之一 魔术师Antonio在这场现金局中充分展示了自己松胸的打法 频繁的过牌加注 多次在合牌给对手最大的压力 疯狂的收割极限价值 纪律性的气牌 可以用四个字形容胆大心细 前几天有观众给我留言 说在他打的现金局中 总是有四五个人看翻牌 怎么Buff也打不走其他人 有牌的时候还老被其他人合牌反超 应该怎么打 我认为本期视频中有很多的手牌 对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们 都有十分宝贵的借鉴价值 希望这个系列的视频 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和帮助 同时扩展思路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不要忘记关注 如果可以花一秒钟 给我的视频手动点个赞 会对我频道的成长 带来很大的帮助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一起学习一下 Antonio是如何碾压这场老板局的 首先介绍一下这个现金局的阵容 其中包括高额现金局的常客 英国最好的排手之一 Sam Trickett 还有锦标赛选手Jeff Gross 不过水平比Antonio和Trickett都差很多 另外还有欧洲赌场老板 娱乐玩家Rob Young 女老板Lauren Roberts 剩下的也均为老板 打法相对直接了当 其中也不乏一两个铁头 虽然大小盲是一百两百 但是几位老板的水平 远不是那个级别的 第一个牌 Double Stradle到了八百 Young在Cutoff A5普通花 加到两千五 一个老板根 Antonio Queen Jack 董花根 四个人看饭牌 底池是一万 Antonio顶对 过牌给后面的人 结果全都过牌 转牌5黑桃 大盲的老板继续过牌 Antonio顶对 加上一个卡顺 还有第三大的铜花听牌 自然下注 选择下注一半 4600 洋气牌 大盲老板跟注 在Antonio眼里 老板的牌力不强 成牌可能有一些 带卡顺的9X 偶尔的Queen X 比如Queen X King牌包括一张 Ace黑桃 或者带卡顺的King黑桃 比如King X King Go 另外注意到 老板跟注速度很快 并没有考虑加注的样子 间接减少了一些大牌的可能 比如按三条五 顺子 甚至铜花 不能说完全不可能 但是几率小了很多 即使真的蹲了一个铜花 由于Antonio有位置 远不会输到最多 合牌是一张不铜花的诗 Antonio成了顺子 老板继续过牌 虽然有铜花在牌面上 但是由于大部分人 三字过牌的范围 极不平衡 Antonio可以放心地 继续拿价值 下注半尺 老板跟注 KING10 known as the Taxi Cab in Houston 那是 where I play a lot of live poker cash games and 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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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Gab A 高 高 大 不 这卡牌可能是有趣的 Sam Tricket同花听牌 下注5000 Roberts卡顺 甚至没有后门花 也跟住 这就是我们自己在私底下打牌有时会遇到的情况 翻牌前每个人都拿着一个很一般的牌进来想看翻牌 翻牌面上能中大牌的几率很小 中了大牌能憋住不跳出来在家住的人更少 同时只要他们的牌沾一点东西都不会弃牌 这就导致了一堆死钱进到底池中 经不起任何挤压再加注 到了Antonio 童话听牌 同时有个后门顺 加注到2,2万 Loren 这跟Loren的招牌的问题 有七种路 所有人都弃牌 甚至包括 Sam Tricky的童话听牌和羊的顶对 所有人都弃牌 考虑到Antonio的形象 羊的棋牌让我有些意外 至于Tricket可能是考虑到如果自己跟住 自己的牌就比较明显了 中了铜花可能都不会被Antonio支付 也就棋牌了 第三个牌 同样是四人看翻牌 Cut off 位置上的人下注2,000 一半抵持 Antonio 三五两头顺跟住 Tricket 两对 过牌加注到9,000 Cut off 位置上的老板不加思索地用顶对跟住 面对这个价格Antonio也跟住 转牌是8 Tricket继续下注1万5到了2万8的底持 要提到的是 8并不是一张无关的牌 一个明显的两头顺5,7成了顺子 所有翻牌的价值牌在这张牌上要多加小心 并不是说Tricket这里要转成过牌跟住 但是需要有意识地警惕起来 毕竟5,7却是在另外两个人中其中一个人的范围里 Antonio清楚地知道这一点 加注到了4万4 试图跟Tricket说自己有顺子 但是这块我认为 Antonio试图代表的范围有些偏窄 只有5,7 和一些翻牌没有再加注回去的按3条4和3条6 同时也很难想象他会去用A4,A6黑桃 甚至67,45黑桃 在翻牌面上跟住Tricket过牌加注 Tricket最后跟注 和牌是一个ACE Tricket过牌 在看视频的时候 我把自己放在了Antonio的位置上 我认为Tricket的牌在我眼中只是一个顶对的几率很小 试想一下 他虽然有可能用顶对在翻牌面上过牌加注 但是有多大可能会继续在转牌下注一半 尤其考虑到这个转牌在对手的范围内 同时他在转牌还跟住了一个加注 鉴于此 如果我是Antonio 应该会选择放弃 不会试图bluff掉对方两对以上的牌 结果Antonio开了最后一枪 下注6万8到11万7的底池 可能这就是我跟他巨大差距的地方 如果这个牌面打到合牌下注没有bluff 那么在我有牌的时候也就很难被支付了 可以看到Sam Tricked痛苦不堪 陷入了长达五分钟的思考 陷入了长达五分钟的思考 可以看到Sam Tricked痛苦不堪 当你在合牌遇到很艰难的决定的时候 最好跟对手开始说话 看看能不能获得一些额外的信息 即使没有收获也不会损失什么 Tricky最终开始弃牌了 接下来一直弃牌到了庄家的Roberts 加注到1500 Antonio小忙跟住A5草花 翻牌是850两个红桃 Antonio过牌Roberts下注2200 Antonio跟住 Antonio跟住 转牌3不改变任何东西 Antonio继续过牌 Roberts下注3400 一半抵持 Antonio跟住 Roberts下注3400 并不相信Roberts 合牌4 Roberts神奇地中了暗3条 Antonio继续过牌 有些话 Roberts上的阻止 Roberts上一半抵戳 Antonio一直眼睛观察着Roberts的肢体动作 包括如何拿筹码 在对手下注后 立刻开始跟他说话 进行交谈 充分利用自己丰富的现场经验 在七五万里或七五千 我可说薇链 你不是开眼镜 不相认 你肯说美乃一万 最后果断棋牌 下一个牌 Antonio在庄稼家住 A2红桃 三吹给小芒 A3红桃片 三卖到1万 Antonio就是不带棋牌的 跟住 翻牌是359黑桃 吹给过牌 我猜测是直接放弃了 Antonio下注半尺 1万 吹给无奈的秒气牌 How about that one I don't know If I just checked Fuller It shows you the power position There Interesting Interesting luôn 你都有几个资料的资料,你能资料530元,可以资料530元,可以资料100,000元,可以资料400,000 or 500,000元来回来, 就在第一次的资料,你也可以再来ゲット,然后再来进去。 这些资料是有很特别的,也就是因为他们能够得到这样一个资料,有很多方法可以资料,你也可以在网上玩, 接下来,Antonio庄家家住了2000,两人跟住 Robert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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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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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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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o just wissen, if this is a the video coming out in the background, what the footage leads to men in percent of the or- that leukemia too is a guy has a William conversation with었 1 girl qualified for 109 katie swift she came in eighth for over 100k those are the kind of stories i love to hear that's awesome that's great i'll tell you one in a minute let's see this out everyone's got this is wow this is a everyone's got a suit represented in a pair this is this is like this could be the pot of the night this has got a chance for some fireworks somehow there's a lot of interesting flops and wow 30k already in the middle and it was roberts that three bet it to 12 two the action back on trick it dreaming of flopping a set since i should 三个人全部跟住底牌到了39,000 let's get out of a big chunk of his hole here if he could flop an eight this is a situation oh so close wow and antonio somehow is into oh he's still not in the lead but it's gonna be fan排是八三七 i mean 1090 diamonds just super whiff lauren's got some backdoor stuff happening trick it is not gonna feel comfortable four away here out of position with that hand but it's an okay flop for eights i mean it's not the not the worst 50k in the middle i wouldn't feel great wow lauren taking a shot i don't think antonio is going anywhere for one bet here and this is why this is a robert's下注非常小 一万七 because unless you flop an eight it's really hard to feel good and wow antonio is antonio actually steaming slightly not steaming but you saw that unfortunate river last hand with the king he had a ace high going the river he looks a little upset even has antonio played a lot with oh yes with uh right okay because if you watch the way 魔術师直接打到了五万 到了 roberts like typical bluff the way the way she threw them in across things if he's seen if he's playing you have to just hope antonio like literally like almost it looks like antonio couldn't even fold basically with his hand so you're you're basically trying to shove and then like you have ace five high exactly that's why that's why he looked across it at a stack size and chose to raise to that amount how much more would it be where she has she has 33,000 to call oh she has 61 total also antonio can't even fold at this point 女老板被怼了整场估计忍不下去了任性的推了all in 只有ace high 安tonio也选择gamble一把跟住 两人同意发两次最后评分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不要忘记点赞和关注 我们下期见